如果妳沒有走到這個地方 如果妳沒有看到這個災情 妳不可能感受到災民現在的狀況 很多的災民 他這一生努力的 就在這幾個小時之內 他的房子全部都被燒毀了 在消防隊員的陪同下 慈激志工進入了災區 焦黑的樹幹已成灰的房屋 還有因為急著去山上面火 來不及開走消防員的車子 車子稍微就好了 沒有辦法 可是我的問題是 我太太還不知道這件事情 然後我們就覺得她用那種幽默的口氣 好像說這件事情 好像是一件很輕鬆的事情 可是在我們看來是很不捨 真的很不捨 阿根廷中南部三越森林野火 兩千多公頃的林地複製一具 已經有救濟的物資送達災區 但因缺乏整理十分散亂 物家可貴的災民也是就地取材 砍伐林木搭建簡易屋 站在第一線的消防人員物資更是匱乏 因為沒有補助政府也 也不會去補助這個部分 所以他們就是很珍惜他們有的制服 就是用到不能再用 那消防的設備 那消防車設備是76年的 也有71年的他們弄那種車子 然後來組裝 七位慈濟人從首都來到黑河省 波爾松勘災 奔波一千八百公里 車程就要二十五個小時 與當地福人社以及社區志工 舉辦茶會表達關懷之意 也期盼接下來的發放 能有更多在地的助力一起同行 大愛新聞真正美志工肖季登 趙彥晃 阿根廷報導